刚才我们呢,绝对值呢,我们了解了四个性值 那其中第四个性值呢,总共有四个cases的,四个状况 那我只做了一个状况,那其他的都类似的去给它做出来 那现在呢,去到第五个性值 绝对值呢,x加y的绝对值是小于等于x绝对值加y绝对值 这个不等式,你可以拆一些数字进去 3加5就是8,3绝对值跟5绝对值 然后当然是相等,但是3如果是负3跟5的话呢 那就右边就比左边大了 那这个我们有名堂的,这个叫做三角不等式 Triangle inequality 这个是重要的,绝对值是重要的 我们在后面的那些课题来说呢 你会看到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所谓的Epsilon Delta的论据 那就是一些微量的要控制某一些数 我要说这些数可以很小很小 那你怎么控制呢? 事实上就是利用一些绝对值的知识 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三角不等式 那来让我们了解某一些数呢 事实上它不大,它就是很小的 当然在一些给定的条件底下,它是很小的 那我们在高中里边呢,学了很多不等式 应该是不少的嘛,对不对 柯西啊,还有什么 几何啊 那种啊,就是算几不等式 那有什么用? 现在呢,你们在大学呢 你在高位里边,你会看到一些用处 那事实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量呢 我们算不清楚它是有多少的 可是我可以估计 它大概比如说是在1跟1.5之间 我大概有一个概念 这个数呢,就是在1跟1.5 那最好我当然是算清楚啊 比如说1是多少 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啊 2.71828182 那,但是它是一个无理数 那但是我知道它的量大概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个不等式 在帮忙我们做这些估计的 好,这个是Triangle Inequality 那那个做法呢,是,那事实上这些呢 你们高中应该是做过的 我只是说详细一点给大家说明一下 是用平方来看的 这个平方就是x加y平方 是等于x平方加2xy加y平方 那,然后呢 它是x平方相当于x绝对值平方 y平方相当于y绝对值平方 然后2xy呢 是两倍的xy是小于x绝对值 y绝对值 好,那就有不等号走出来了 那,来到这里的话呢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x绝对值 加y绝对值平方 好,所以 我就有呢 是说 你的平方有这个不等号的话 你本身 因为两个都是非负的数 就是一定要 有这个不等号 那,这个就是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第三道习题出来 你平方 是有不等号的话呢 你本身 就是 也是要有一个不等号 那 这个是三角不等式 triangle inequality 那 F 最后一个 就是 x绝对值如果小于m某一个时数的话呢 弱且为弱 哦,给定m m大于0 givenm大于0 m是一个时数 它是大于0 那 我们就有 以下的东西呢 是成立的 那 这个 也不难说明的 就是 这个我们也时常要用的 你 x绝对值小于m 事实上有两种状况 一就是说 x是 大于等于0的时候 那你的绝对值呢 当然就等于x嘛 哦 那所以 它是大于等于m 哦 但是 这个是一个假设 这个不是所有的状况 有可能x小于0的 哦 那这个时候呢 x绝对值就是 负x 是这样 两种状况 但是 负x小于等于m的话呢 这个是 这句话了 负x小于等于m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 负m 小于等于x 哦 负m小于等于负的负x 而那个负的负x就是x 这两个可以给它合并 所以呢 呃 这个命题就相当于就是说 是 x是小于0 大于等于负m 所以我们有两个状况 一就是x大于等于0 这个时候呢 它要小于m 如果它是正的话呢 它要小于m 如果它是负的话呢 它要小于负m 那 当然就是表示说 无论什么状况 它就是 负m 跟m之间的 一个数 那这个 呃 你当然可以用直观的 那个 呃 数线来给它说明 那如果 呃 要小心的这样子 一个一个推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推论 哦 那返回来 呃 你当然可以返回来推 但是最好的 若且为论 事实上就是原线的 推上去 哦 假设这个是对 那 这个x 有两种状况 就是大于等于0 跟小于0 那当然这两个 这个状况 要成立 它正的话 也不能超过m 就算是它负的话 也不会超过负m 是这个意思吗 哦 所以呃 这个回头 也是成立的 如果它是正的话 它是非负的话 它要小于等于m 如果它是 or 如果它是负的 它也要大于等于负m 哦 那这句话对的话 上面就要对 那上面要对 通过这些等价的关系 就是表示说 它是绝对值 就是要小于m 哦 那所以 哦 我们可以 呃 这个是最简单的 一个若且为若的论据 哦 先推一边 然后呢 圆 圆图 反过来 一个一个的 给它 呃 都讲得清楚 那就是最好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是 呃 六个性质 我们是现在是要建立一个系统 啊 这个系统里边呢 可能有一些假设 我们给定了时数 从直观的来说 满足密是条件 那后面的那些 都是它的 那个 呃 推论 所有东西呢 都是可以一步一步的 给它 呃 呃 讲清楚的 哦 是这样子 有关不等诗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哦 有关这个order 这个order就是不等诗 还有一个重要的性质 我们后面常用的 啊 我们开始介绍一个 所谓的 epsilon 这个呢 epsilon 都是一些希腊的字母 相当于我们呃 英文里边的E alpha beta gamma 就相当于我们的ABC 那Delta 就相当于我们的D 啊 英文里边的D 哦 那这些都是 都是呃 呃 重要的希腊字母 啊 那我们呢 呃 在学上有很多符号都是用希腊的 哦 我们开始第一条定理 应该这样子说 啊 我们今天 呃 这个课的第一条定理 呃 这个是重要的一个 一个 了解 那个了解是怎么说呢 是说 我希望 比较A B两个数 我发觉呢 这两个数谁大 我也讲不清楚 可是呢 我将B 加一点点 啊 这个epsilon是 任意的epsilon大于零 它 可能是一个小数 当然也可以很大 哦 如果小数 都比A大的话 那大一点 当然也比A大嘛 哦 但是 epsilon是正数 如果 它 加一点点正数 就会盖过A 就会比A大的话 大于等于A的话 则 你这个B这个数 最后呢 就是 一定大于等于A 哦 这个事实上是 非常 呃 直观的东西 那你如果你 熟悉limit的话 你说 哎 我让那个epsilon limit 去向零啊 那不是就是这个吗 哦 那但是 那个是后话 我们要正那个东西 正那个东西之前 先正这个 哦 是这个意思 那呃 所以是非常直观的一个 一个命题 哦 就是 你B 多一点点的话 就比A大了 那这个一点点 可以是 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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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最后呢 我就要说明 B呢 确实就是比A大 或者是相等 那当然可以相等嘛 对不对 哦 可以相等 那 呃 这个证明呢 也很简单 就 但是呢 也是跟 这些基本的证明呢 很多都是用所谓的 呃 反正法来看的 哦 contra positive的 那个 那个论据 那 就是 假设它不对 然后 这个命题不对 哦 就是 assume 这个不对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 三一定律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一定要对 哦 如果A是大于B 那 那 这个意思就是说 A加B A减B 是正数 对不对 那 我令 epsilon 等于 一半好了 哦 那 正数 除一半 也是正数 因为 除一半的意思就是 乘二分之一 哦 两个正数相乘 当然也是正数 哦 那 所以 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 考虑一下 按照我的命题呢 应该就是 A 小于等于 B 加 这个 epsilon 对不对 哦 它就是一个正数嘛 那 命题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成立 A 小于等于 B 加 二分之 A减B 然后 给它 合并一下 哦 呃 事实上是 通分母 然后去 去 呃 求解 去减化 那呃 不难看得见呢 这个 这个通分母以后呢 就是 二B 合起来 有一个B 给它消掉 剩下来就是 剩下一个B 就是A加B 可是呢 B是小于A的 哦 所以这个B啊 是小于 二分之 A加A耶 是不是 哦 B是小于A的 所以 合起来 就是这个 我得到的东西就是 A 绝对小于 A A 绝对小于 A 是这样 哦 那这个是 不可能发生的嘛 哦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 简单来说 我是 Raw Q 所以是 应该这样子说 我 Fay Q 加上 一个P 我就发觉 有一个矛盾 哦 或者是 有一个 永远是假的 有一个 一个永远是假的 一个结论 是不是 那 哦 就表示说 我这个 非Q呢 一定是 有问题 哦 我Q要成立 非Q一定是不对 Q才会对 哦 那 Q才会对的话呢 我的结论就是 A要小于 等于B 哦 那这个就是 我们的 那个 结论 那我 因为我也用了A了 哦 就是 这个就是A的 哦 我的意思说 是 这个是P P这个命题的 哦 就是 因为这个东西 如果 如果这个叫E的话呢 我就是 因为E 这个东西才会对 你没办法 不会是 A小于等于B的 因为 A大于B呢 一定会导致一些 方谬的东西 哦 那就是 结论就是 就是这样的东西 哦 我不是要用limit 哦 我不是要用limit 来说明这个命题 那这个命题呢 在后面是 呃 呃 时常会用上的 哦 那所以我们先在这里 是 呃 跟大家说明 我今天就 就来到这里